摩羯座男生交往前後的差異大嗎? 這個都好難回答 當事者的我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IKO 你是誰? 我是歐巴 你是蠻好笑的 你蠻好笑的吧 為什麼 我們影片今天要來討論 就是聽說 我直到現在才知道原來你的星座 你太誇張了吧 是 不是啦 我知道你的星座 但我不知道你們這個星座 有這麼難搞 其實平良解說 很難搞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這是什麼樣的難搞星座 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摩羯男 氣爬文 對耶 就是摩羯男 如果你現在身邊有摩羯男 或是你在 就是跟摩羯男的相處之中 遇到了一些些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找人來交流一下呢 嗯 我未來的 husband 摩羯男 就拍出來跟大家 就是一起分享一下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 按讚、留言、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不然摩羯男會生氣喔 對不對 第一個問題 摩羯座男生喜歡的類型 摩羯座喜歡的類型喔 個性上來說好了 應該是 他自己要的一些想法 所以是要有個性的 對有個性的 那外型呢 有什麼標準 外型的標準 我覺得因人而異吧 對我來說其實很可愛 身材上面有什麼 身材喔 我覺得帳摩羯男 喜歡 應該都是屬於亮麗可愛型的吧 我不知道其他人 對 身材亮麗還是臉蛋亮麗 應該是臉蛋亮麗啦 身材富滿 身材可愛 個性可愛 個性可愛 臉蛋亮麗 那一定要說 比如說要高挑還是嬌小 嗯 其實這倒沒有 沒有一定的標準耶 那請大家以我為標準 這樣可以嗎 你幫我切在這裡 摩羯座男生喜歡一個人 會是主動還是被動 他都常常吃三碗公 喔 喜歡的時候 基本上 會默默的靜靜著 靜靜的 就是一直靜靜的 還是說靜靜的像豹一樣 就是會這樣 去 然後就 那你知道嗎 好像有一點 豹 像那個尬斗那樣子 喔 尬斗是我家的貓請上廚 哈哈 你這樣被第一次進來的朋友 會想說尬斗是什麼 尬斗是誰 尬斗就是像貓的老虎 哈哈 對 而且如果有抖西班牙文的人進來 一定會生氣 想說尬斗不就是貓嗎 對 因為我懶得取名字 所以我就找了西班牙文的貓 來叫我家的貓 所以 尬斗是貓 我覺得 你這樣講 我有想起來了 真的耶 因為 有一次是不是好像 你那個 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就拿手機叫我幫你Google路線 然後Google我才答了第一個字 以後就發現第一行是KIMIKO 然後我就說你幹嘛Google我 然後我就看不是那個網頁可以這樣子關起來嗎 大概喔 不是十幾頁喔 是幾十頁喔 全部都是KIMIKO 我想做萬代 所以摩羯男是那種先默默的把他的觀察 然後收集他的資料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不知道其他的摩羯男呢 對我來說 因為 我本身就喜歡觀察嘛 然後 但是 但為什麼要觀察 就是是想要 一舉情惑 還是說 要觀察 然後就慢慢Fat out 因為有這兩種 應該是對每一件事情 我都習慣去做功課了 那 尤其是另外一半 那 對我來說 人 他本身就 複雜度比較高 我聽到的關鍵是 什麼關鍵 另外一半 人家說你們把對方當成可能的未來的對象 你就會 譬如說 你了解 對就了解 所以那可以有一個數據做依據嗎 我會比較 剛剛前面提到 就是比較重視 心靈上面 就是說我喜歡是有 有就是內慾的 的女生 所以呢 就是等於是上網去了解一下她 那萬一他如果不到什麼資料 然後 現在因為 這個網路自媒體的時代 其實他找這些資料其實還蠻方便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跟網友回答嗎 就是你開始搜集那個人的資料 就代表你們對他有興趣 可以這樣說嗎 算是 對 就是最基本會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先 你沒有辦法就是面對面去了解 就透過其他方子先去認識一下她 過去啊 工作背景啊 或是她的個性啊 或是她的興趣啊等等 這上面的資料 那進一步會做什麼事情 進一步喔 其實摩羯男 有些時候他 他的面向比較深入一點 也就是說 深入 是這一面 還是那一面 是這一面 還是那一面 哪一面 應該是說她會去探索一下 就是對方的內心深入的個性 跟你自己是不是能夠貼切的 不過這聽起來有點抽象 就是說 她把這個對方的 去認識對方那些資料 當作 怎麼講 未來有機會認識 更深入認識的時候的一個話題 那 什麼樣子會讓你們打退一團鼓 搞不好一開始就是很有興趣啊 那你如果 發現對方的什麼事情 你就會立刻想說 喔不是 她不是 對我來說 其實應該是 我喜歡 剛剛前面提到的 就是 我喜歡 她對她自己喜歡的事情 很投入 當然前面就是說 你喜歡跳舞 可能有些人喜歡她自己創業啊 有些人喜歡運動 但是我本來就喜歡有內韻深入的女性 那因為我自己很重視這塊 那如果她喜歡你呢 誰喜歡我 最喜歡的事情也是喜歡你 你說誰 我啦 好啦 哈哈哈哈 我是說如果那個 就譬如說她最喜歡的事情 就是喜歡摩羯男嘛 那怎麼辦 那可以嗎 可能她人生中就是目前最有熱情的 但是我也會 所以你不喜歡主動的人 就是某些時候我覺得是這樣的 就是 人互相吸引一定有她的原因嘛 那 如果太主動對我來說 我反而會 有點退縮 所以 對摩羯男來說 太主動的女生 可能你們就會 有一點點 反而不知道怎麼回應 這樣子 像上去 其實我不知道 其實你看看 可能是不是多數的摩羯男 她的個性是比較穩定性的 如果我在看病影片的你也是摩羯男 那你可不可以留言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是喜歡女生主動 還是女生主動未來不知所措 請留言 這個都好難回答 當事者的我 哈哈哈哈 你覺得有差異嗎 應該是說大家都會有一種 比較可能 一開始一定會有所謂的什麼熱戀期 然後再進入平穩期 然後再進入 就是 什麼老夫老妻啊 什麼 家人時期啊 可是因為我覺得 你們差異 我感覺差異不大 這是因為 就是一開始你就屬於 平穩型 對 所以 現在也還是平穩型 然後 我覺得唯一有差異的點 是 之前 比較像是 照顧我 我這個人 對 交往後之後 感覺是 照顧我整個家族 然後其他的部分 好像都蠻始終如一的 就是跟第一天認識的時候 就 就 有更完整 當然就是說 男女朋友跟 要結婚的對象 自從前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差異 不過對我來說 事實上就是 我們當 要確定要踏入瘟疫的時候 事實上 我們很多東西會更肯定 除了彼此照顧之外 那 更 更有一個東西是 喜歡彼此的依賴性 我想這個東西 等一下 因為我想到這個問題的問題了 他說 交往前 今天晚上後對不對 可是我們交往沒有很久 我就變成 溫溫期了 所以這樣是不太準 就是如果 所以我剛剛突然一下子 嗯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回答 對 那你以前交往親交往會差很多嗎 不開放 我覺得好像會有一點 就是 他會有一點習慣性的問題 對摩奇說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 你如果讓他確定的事情 他更篤定的會去做 什麼叫做 確定的事情 真正什麼 就是什麼分辨確定 你不確定 應該像說 你不一定兩人住在一起 對不對 或者是你一個人自己 各自相過的時候 那其實你能夠看到的面相 並不全面 所以如果你 譬如說已經 許下承諾 或是你認定了 就會是更好 對就會 一旦確認之後 他就會更全心投入 在這段 婚姻或改變上 因為摩羯座來說 他 因為圖像新作 他比較需要穩定性 其實當讓摩羯座覺得 他是左右 不確定性的時候 那事實上 他不會把所有的 心力放在 放在那上面 但是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當沒有全力以赴的時候 實際上 你對方就沒辦法看到 是一個完整的付出 但我覺得某些時候 也是個性的問題 對我來說 因為我們已經不完全是摩羯座 因為當然 人家幫他看上身 清楚 你已經到了 走到上身的年紀 我們都 不是 你 我是 走的比較久一點 走的比較久一點 所以其實在那個 上年份 就是說 那個個性的 拿捏上 事實上就 比較能夠 快一點去平衡 那我是不是可以下級的論 就是 不要跟我覺得說 交往多久 不要太久 就是趕快撥落婚姻 這樣子 他們就會一直對你很好 我這樣說 教會觀眾 反正是有講說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下一題